啊, next one, I like it, it's called monkey, monkey, very lovely and funny monkey, right,在我们的阅读会里面呢,我们也学过一刻哈,这个keeper专门买了一个monkey的面具来骗大家哈,非常好玩,还记得那一刻吗,来,monkey,monkey,monkey,两个部分,monkey,monkey,其实呢,它是有一个词根的哈,本身呢,m-o-n-k啊,这个单词, 是monk,它有什么意思呢,它是和尚的意思,那你们看,monkey有头发吗,没有,就像和尚一样是个凸瓢,对不对,所以你记的时候也可以用这儿开始记哈,mon,后面加一个意外组合,发一一的音,OK吗,monkey,monkey,小猴子,Welcome,little monkey,什么,林涛也来了,这是,这位请问是,我们的fly同学, fly,你打算在待多久呀,好,fly,what is fly,一看就明白了,in chinese,we call it,苍蝇先生,OK,苍蝇先生,你太可怕了,不要落在我们的食物上就可以啊,fly,fly,so we can say hello to fly,hi,fly, 总有一种冲动想把他拍死,好,fly,we call it苍蝇,OK,great,苍蝇,实际上呢,苍蝇的确不是异虫,而是传播病菌的害虫,但是鉴于它也属于动物行列,所以我们今天的party也得邀请它,OK,Welcome,fly, Oh,look here,I like this,它看起来其实有点毛骨悚然的,但是它的确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,对了,spider是异虫哦,spider,里面有一个超人音,看到了吗?spider,spider,spider,great,那蜘蛛呢,看上去可怕,但是它利用它直的网,可以粘住fly,mosquitos, 还有一些其他的小害虫,然后呢,就能帮我们人类消灭掉很多这样的东西,所以spider还是很好的,那当我们见到spider的时候,请不要伤害它,OK,你可以拿一个纸,让它这个爬到纸上,然后放到窗外,然后把它放了就可以了,所以千万不要伤害我们的spider同学,Welcome,spider,欢迎欢迎,欢迎你来,哦,这也是个有趣的家伙, 它一辈子最喜欢的事就是拿到力了,就是它倒着的时候会感觉更舒服,它站着的时候反而会晕头转向的,它叫什么呢? 对了,in chinese we call it 蝙蝠,it's bat,it's bat,pay attention to a here,pronounce this as a bat,bat,bat,蝙蝠同志,蝙蝠,那蝙蝠其实呢,它不是鸟,它而是哺乳, 动物,对吧,它是哺乳动物的,别看它有翅膀,但它浑身上下呢,都和这个哺乳动物是一样的,它有毛,然后它直接生宝宝,它不是下蛋的,OK,so,welcome back,哦,谁在说话,谁在说话,哦,原来是蝙蝠学舌呀,嗨,你好,小蝙蝠,parrot,parrot,parrot, 那蝙蝠呢,是可以学人类说话的哈,所以有一个成语叫做,蝙蝠学舌,那就是从这儿来的,它喜欢学人说话,parrot,parrot,parrot,非常好,那威连自己家呢,也有一只,八个儿,对了,整天叽叽叽叽叽的,现在可吵了哈,每天早中晚都要玩命的说话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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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后你只要一过去,它呢,就抓住笼子,然后看着你,一定要跟你说话,所以我都快被它烦死了,哈哈,so,hi,welcome,parrot,欢迎你啊,parrot,来到我们今天的party,哇,那接下来的,哇,你们大概看一下,接下来上场的这一几位,对了,就是我们的农场动物了哈,嗨,horse,小马,你好,我们都很喜欢马哈,因为马呢,也是人类超级好的朋友, 那中间的这个or,你千万不要发成out的音,不然就变成house了,那你骑的就不是马了,骑的就是房子,okay,so,horse,马,horse,马,那今天你要跟着Vivian把所有的动物都来个大串联哈,都记住,so,welcome,little horse,wow,it's cow,it's cow,it's cow,so,when we see it,we should say,thank you,我们应该说谢谢他,为什么呢, because the milk is coming from it,我们喝的牛奶就是从人家那来的,对不对,人家本来用来喂宝宝的牛奶,然后为了我们了,是不是,所以,thank you,cow,谢谢你啊,小奶牛,so,cow,那他后面的ow组合,也需要张大嘴,发ow的音,ow,ow,great,so,cow means奶牛,奶牛,great,welcome,cow,欢迎你, 哇,next one,oh,you can see it in the forest,你可以在丛林中看到他,but when you met it,当你真正遇到他以后,please,keep away from it,请务必要离他远一些,熊出没注意,而不是熊出没注意,okay,熊出没要注意了,别看他那么可爱, 现实生活中呢,他是非常非常凶惨的,他甚至连狮子老虎都不害怕,然后他也可以独自称王,因为他真的非常非常的恐怖,就是如果见到人了,他真的会攻击人的,所以当你,如果一旦遇到熊,那一定要离他远远的,包括你去动物园的时候,都不要离他太近,clear,okay,bear,bear, 但是我们每天抱着的tedy bear,的确很可爱,对吧,so,bear,okay,now,wow,动物界的拳击选手,okay,boxer,we call it kangaroo,kangaroo,three parts,can,就是看呗,看,看到了吗,g,g,g,ru,kangaroo,kangaroo,kangaroo, 带鼠,kangaroo,kangaroo,带鼠,非常非常可爱的小家伙,那带鼠有什么呢,yes,the kangaroo has a big pouch,有一个大兜在他的肚子前面,也不叫兜,而叫大口袋,里面有什么呢,yes,the baby kangaroo,会有小 kangaroo,对吧,hi kangaroo,welcome,欢迎你,ah,so,is that a sheep? 这是瘦身以后的sheep吗?不是,它可不是剪了羊毛以后的绵羊,它本身是另外一种羊,叫做山羊,因为它头上有脚,没错,so,we call it goat,goat,goat,very good,那山羊,欢迎你,ah,hi,welcome,key,oh,原来是他来了, hi,snake,反正我是不敢靠近他,孩子们,我要离得远一点,snake,赶紧告诉我他的三篇结构,a space e结构,是吗,所以这个单词念,snake,没错,snake,snake,snake,very good,hi,snake,光溜溜的,ok,欢迎你,ah, 好了,那今天呢,我们所有的动物朋友都来起了,那接下来我们就要邀请他们逐个上台了,那我们的主持人也发话了, Let's invite our beautiful rabbit to sing as a song,let's invite,看微面的手势,好,大家欢迎,let's invite,那invite means欢迎或者邀请,对吗,let's invite our beautiful rabbit, 有请我们可爱的小兔子上来给我们干嘛呢,sing a song,唱个歌吧,那如果你是小兔子,你会怎样,觉得稍微有点害羞,对不对,对了,那小兔子真是特别害羞, 他拿着他的小气球走到台上,然后说,do,do I have to sing a song? 啊,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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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要唱一首歌吗? do I have to sing a song? 再来一次,do I have to sing a song? 我真的要唱吗? 那这个时候大家伙都说,yes,加油,you should,你应该唱的,今天是动物大party, you can do it,你能做到,我们相信你,小兔子,加油吧,you can do it, 那这句话能不能说的有气势点,屏幕前的男同学们来准备,one,two,three,go,you can do it, 所有的女同学们,one,two,three,go,you can do it,great,那当我们想鼓励别人的时候,我们就要把这句话送给他, you can do it,你能行,你绝对可以,小兔子,加油,you should,you can do it,绝对没问题的, ok,let's sing it together,好吧,那我们一起唱吧,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,好了,这小兔子之歌哈,当然这歌是我瞎编的, 好,那从此呢,我们看到了有一段这个,我们能用上的句子叫什么呢,我们有请谁谁谁怎么说的, let's invite Boba to sing as a song,给我们唱首歌吧,那比如说,有请Vivian给我们跳个舞, let's invite Vivian to dance,就这么简单,直接加个to就可以了,后面加动词, 好,那上面的人呢,会有点害羞,所以他会说,do I have to dance,那我也害羞了, 我一定要跳舞吗,do I have to dance,那这时候你们为了给我加油补气,你们要说什么, yes,you should,you can do it,yes,you should,you can do it,你没问题的,那这时候我的信心就充足了, 然后我说,ok,let's dance together,让我们一起跳吧,好,那这个时候呢, 这样一轮对话就结束了,那接下来我们马上来practice。